有位网友说他不久前买了一辆汽车 想试试烧胎起步 于是将油门踩到3000转再弹射出去 但方向盘突然快速右偏 以至于双手都无法握住 幸亏他是老手才没有撞到树上 询问厂家这是什么问题 得到的答复是不光这种车 别的车也一样会遇到加油自动转向 所以这不是问题 不信你可在封闭场地 尝试双手撒板弹射起步 很可能会看到方向盘自己快速偏转 另外厂家还温馨提示 大马力汽车猛踩油门时 方向盘瞬间右偏的力量会很大 新手司机不出意外的话 往往都会出意外 因此这与产品质量无关 比如前面这辆小红车 司机大脚踩下油门正欲提速 猛不丁突然右偏 将毫无防备的司机下了一个猎牵 急忙刹车再也不敢造字 再比如这辆小红车 他装了一台V8发动机 猛踩油门时就不由自主地右偏 看起来这种自动转向的情形 有可能是悬挂出了问题 为了搞清楚原因 我们在路上找到一辆破车 于是拆开研究 去掉外壳和发动机 映入眼帘的是个偷工减料板 麦伏序悬挂 分解后最下面一层是副车架 用四个大螺栓拧在车壳底部 两侧各脚结一个人自行下摆臂 摆臂顶端的球头连接转向节的底部 但这样明显撑不住 还要把减震器插进转向节顶部的管座里 让减震器头部通过压力轴承 顶在汽车的铁壳子上 这样转向节就和减震器连为一体 背下拖上顶而固定住 但转向节顶部支撑不足 拐弯过猛时 两侧悬挂压缩不均使车身倾斜 必须安装稳定感 靠扭力牵拉住外侧悬挂 然后安装转向机 带动转向节摇臂 最后给变速箱的差速器左右各接一根半轴 内球龙的一端连差速器 外球龙一端有个轴头 从转向节的中孔深处 套上轮骨法栏 就可安装刹车盘和轮子 这种构造的好处是简单紧凑 在颠簸路面上 轮子会上下起伏 通过减震器吸收冲击能量 同时还可以自如拐弯 并且被半轴持续驱动 减震转弯传动三者各司其指 怎么看都是互不影响 但仔细观察发现 半轴接轮子的一端 被称作外球龙的东西 其实就是一种等速万象节 轴头一端有个中型罩 里面放了一个保持架 将一些铁弹球限制在中型罩的滚珠凹槽 和新型套的凹槽之间 新型套的中孔则连接输入轴 按照悬挂的半轴安装角度 滚珠会在中型罩凹槽里 周期性前后移动 使输入和输出轴角速度相同 由于滚珠的旋转平面 与输出轴不垂直 造成下行的滚珠 对中型罩施加了偏向内侧的作用力 而上行的滚珠 又施加了偏向外侧的作用力 如此一来 中型罩不仅受到了轮胎旋转平面上的扭矩 还受到了铁珠子施加的水平面扭矩 可以想象 输入和输出轴夹角越大 中型罩受到的水平扭矩就越大 于是 外球龙的水平扭矩就推动右前轮绕着主销 也就是减珍器顶部压力轴承 和下摆臂球头的连线向左偏转 而左侧的半轴外球龙 受到铁珠子的水平扭矩和右侧正好相反 因此推动左前轮绕着主销向右偏转 这下就出了问题 也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 好好的变速箱不放在汽车纵轴上 而是放在车头左侧 结果弄得两个半轴右边长左边短 导致左半轴外球龙的输入输出轴夹角更大 受到的那片力矩更强 于是左右力矩通过转向机拉杆较劲 形成了前轮右偏的剩余力矩 当一辆动力较强的横置发动机轿车地板有起步时 这一长一短的传动轴 就会使前轮被很强的水平力矩插推动 瞬间出现扭矩转向 并通过转向机带动方向盘快速右偏 除非两个传动轴的长度和折角都相同 否则扭矩转向问题很难根治 因此当你准备弹射起步时 请提醒右前方的行人赶紧躲开